在2018年 YouTube 上出現了一條在賽車界當中爆紅的影片 裡面講述一位來自日本的女車手 21歲之零駕駛F3的賽車做Testing 甚至在之前那年打破了F4賽車 在江山賽車場的圈速紀錄 被認為是神童 甚至指他會是未來最有機會踏上F1的女車手 當時也有很多人很留意他 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禁慎 去到五年之後 這位車手已經真的在歐洲賽場上比賽 但他的實力又不是像當初那樣禁慎呢? 而如果真的禁慎的話 那為什麼主流賽事不是很見他的身影呢? 那他是真的有望踏上F1 還是只是一場大騙局呢? 那這次我們就來研究一下這位車手 Juju 野田樹潤 開始之前也要做個宣傳 Faith TV 主要講上有關賽車運動的新聞 翠文故事物相關資訊 上個禮拜我出了一條回顧意大利站F1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 還有subscribe這個頻道 也可以加入會員支持一下我 好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 野田樹潤 Juju Noda 生於2006年2月2日 但在講他之前必須要講一下他的老爸 野田英樹 因為他也是一名賽車手來的 甚至是參加過F1比賽的車手 他在1994年最後三站 加盟了陷入財困的La Russe車隊 當然是買位的啦 結果三場都是DNF的 之後他又參加國內的JGTC F2比賽 甚至也去過美國鬥 Indie Lights和Indie Car 成績就不算很突出 但也算是日本的賽車名宿 而在Juju出生之後 野田英樹就開始培育他成為車手 據他們訪問所說 Juju3歲就開始玩卡 4歲就開始參加比賽 根據他們給的資料 Juju在4-9歲期間 都多次贏到他的組別的冠軍 這個當然是令人讚嘆的成就 但又不算是很驚人的成就 畢竟很多車手都差不多時間開始 真正令他成為談論焦點 是他竟然從9歲起 開始試駕F4的賽車 雖然知道通常車手都是去到十幾歲 才會開始由小型賽車轉鬥大車 但Juju10歲都未夠就開始練F4 更加聲稱是打破了江山賽車場F4的圈速紀錄 而由當時起 Juju就開始出名了 先有國內媒體講述他的成就 之後一年 他的老爸更加買了一部F3給他駕駛 由於GT電影的主角Yan Maldenberg 在Twitter報了他11歲試F3的事 令到他的明星開始傳到海外 有英文的媒體報道他 突然之間只有11歲的Juju 就成為了全球車迷的希望 覺得他有機會成為幾十年來F1的首位女車手 再加上他也挺有趣的 令到很多人都開始吹奏他 但在這裡其實都可以提出一些問題 首先就是 為何不讓Juju走平常的路繼續去鬥卡呢 之後的問題就是 他試F4、F3破了圈速紀錄都好 他賽車的setting、重量等等 都完全不用跟著比賽規格 換言之 他破圈速紀錄 有可能是過輕 也有可能是調大了馬力 所以這些都不足以證明 他就是那個不勢出的天才 不過當然 他能夠年紀輕輕就可以駕馭這些大車 都證明他是有一定的實力 還是值得期待一下 看看他正式比賽的表現 於是在2020年 野田樹潤14歲的時候 他首次去到海外參賽 到時就可以看看他的虛實 2020年Juju14歲的時候 終於首次參與F4比賽 他參與的是丹麥F4 據他們團隊所說的原因是 這個是少數能夠讓14歲車手參與的方程式比賽 所以才被Juju報名參加這個比賽 畢竟這個真的不是主流的比賽 由於疫情的關係 賽季只有三站 在6月舉行首場的比賽 然後在第一回合的比賽 Juju駕駛著野田車隊的F4賽車 立即來了一個Pole to Win 我相信這個時候應該是Juju這個熱潮最高峰的時候 14歲,日本美女,首戰F4,Pole to Win 不禁令人覺得他可能真的是一個明日之星 但是我們必須要看看丹麥F4是一個什麼比賽 雖然他是F4級比的比賽 但是跟主流的意大利、德國、英國的F4比 丹麥的F4不單止參賽車數少 而且有大部份都是再次一級的F5賽車 參與的絕大多數都是Gentlemen Driver 即是為興趣而參與 所以Juju實際上的對手並不多 但當然要Pole to Win都不容易 不過這個賽季就只有這一場Win 雖然他每站都可以排到頭位 但是就再沒有贏過 總成績排第六 甚至比一位用F5賽車參賽的車手低分 絕對算不上是一名驚人的表現 不過畢竟他當年只有14歲 而且是首次出國參賽 成績都算是似模似樣 還有時間和空間成長 當然最好的是他能夠去更高水平的比賽 在2021年他會去參加美國F4 都算是競爭水平高的比賽 可以讓我們看看他的實力大概去到哪裡 他加盟的是有實力的車隊 J.Howard Driver Development 而他首場比賽的練習賽就既經四座 竟然可以跑出最快的時間 然而之後就出現極奇怪的事情 因為就在排位賽開始之前 車隊公佈Juju將會放棄參加這場比賽 之後也沒有再回到美國F4賽事 當時也引起不少討論 一開始的時候是以為他受到種族歧視的對待 但之後就開始有人傳出是有人作弊 才令Juju和他的團隊拉隊離場 最初大家以為是車隊有問題 畢竟這隊車隊是有前科的 但近來就更加多人指出 是Juju的父親 野田英樹和他的人才是指使作弊的人 甚至是有傳有人看到野田英樹 在Juju的賽車回來的時候加進去 總之結果就是Juju沒有鬥這一年的美國F4 最終回到丹麥鬥F4的比賽 而這一年的成績他都沒有進步 反而只有第七 也曾經出現過幾次的意外 這個時候Juju的熱潮都有些開始減退的跡象 不過他只有15歲 還是有時間的 總之大家都想看到他去更高水平的比賽 看看他真正的實力 所以當他被選上參加2022年W Series的時候 他就立即成為全場焦點了 雖然Juju早年參加的比賽 好像都不是什麼主流比賽 但其實他都曾經參加過一些大型選拔 2020年他曾經參加過FIA舉辦的 Girls on Track Rising Star選拔 如果被選中的話就會得到法拉利的支持 參加各項初級的比賽 可惜結果他是四強不入 事隔兩年之後 在2022年為了提拔女車手 以及鼓勵女性參與賽車的W Series 宣佈了最新的參賽陣容 除了有冠軍JV Chatwick回歸 多位有實力的女將都會回來 而大家的焦點就落在今年的新人 16歲的Juju身上 大家都想看看他的實力 和一眾其他女車手比如何 結果他全年成績只是19位車手當中排第14 看來都真的不太行 不過W Series用的是F3賽車 而且裡面有很多參加幾屆車手 直接比較就有點不公平 最好都是跟同期同級的車手比 其中他的隊友Bianca Bustamante 是首年參加方程式比賽 而他在之後那一年 即今年的F1 Academy 都有不錯的成績 拿他來做比較應該都可以作準 而如果是他們兩個人的對對碰的話 分數大家都只有兩分 但在排位賽 Juju除了在第一站之外 其餘全部都是比Bianca快的 證明他絕對是有實力的 可惜這個W Series 在新加坡站之後 因為陷入財群而停辦 令到原本會鬥兩年W Series的Juju 要再尋出路了 不過在這兩次大型女車手選拔當中 我也看出一個問題 其中最明顯的就是Juju參與宣傳的程度 無論是FIA Girls on Track 或者是W Series的節目 都不難看得出Juju的參與度很少 譬如在Girls on Track的節目當中 他是有出現的 但訪問內容就沒有他 W Series當中 他連人人都有的自我介紹都沒有 作為全場焦點的他 竟然不是很參與到賽事社交媒的宣傳 我相信問題跟大部分日本車手的問題一樣 就是英文不行 溝通不了 於是他又沒辦法利用這些官方平台 讓大眾去認識他 也沒有機會跟其他車手交流 但他也不是沒有宣傳的 他也蠻積極地在日本國內宣傳的 也試過跟郭田有個訪談的節目 所以他在國內的人氣還是蠻高的 大家都蠻期待他的未來 然後去到2023年 當大部分實力女車手都轉到F1主辦的F1 Academy之際 Juju和他的團隊卻宣佈參加其他賽事 再次離開了主流比賽的舞台 那這次他們又搞什麼呢? 2023年Juju再次回到老爸的野田車隊 買了一部舊的F3賽車參加三項比賽 分別是奧地利F3和聯辦的意大利F2000 以及Euro Formula Open 其中奧地利F3和意大利F2000 性質和當日的丹麥F4是差不多的 雖然參賽車都是F3規格 但參賽的大多數都是 Gentleman Driver 或者是參加不到主流賽事的車手 私用的F3賽車由05年款 去到Juju用的2020款都有 甚至有一部份的車手是用以前的 Formula Renault 賽車的 絕對不是什麼主流賽事 但你別管 Juju就是能夠在這幾項比賽當中贏到好幾戰 現時他在意大利F2000是領先總成績 另一項參加的Euro Formula Open 之前Lawson和郭田都有參加過 都算是主流少少的比賽 實力水平也好些 應該是一個好的試鏈 但今年的Euro Formula Open 參賽車是歷史新低 十部車都沒有 但裡面還是有前紅牛青粉車手Loyal Leon 另外還有前F1車手之子Charlie Wurst 等等有實力的年輕車手參加 對Juju來說都是很好的對手 Juju也成功在Paul Ricard的比賽當中 成為賽事首位的女車手分站冠軍 看來發展都是正面的 但當中有一點要注意 原來Euro Formula Open在今年新加了一個賽例 就是給女車手可以有輕最多26kg的優勢 即是Juju的賽車天生性能就好些 而最鬼的地方就是 當Euro Formula Open宣布不再給女車手輕綁優勢之後 Juju和野田車隊就即時退出上星期在Red Bull Ring的比賽 即是算什麼呢? 有優勢就來鬥,公平比賽就不鬥 野田英樹所出的聲明 就暗知他們只是家庭小車隊 不懂政治所以被針對 於是就退出了比賽 改了去參加原本會skip的奧地利F3 今季完了之後他會參加什麼比賽都真的沒什麼頭緒 看到這裡,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我自己其實還是覺得Juju是有實力的 可能未必是一開始想像過那種 但要在主流比賽佔一席位,絕對是可以的 畢竟他要贏那些半業餘比賽都不容易 在W Series他也贏到同級的對手 但問題是他還是一直在他爸爸的小圈圈裡面 除了W Series那年,他也是參加了爸爸的車隊去參賽 我不知道他爸爸是過分保護 還是不想Juju的真正實力顯露於人前 還是去到別的車隊參賽就很難做手腳這些 總之,現時的感覺就是 野田英樹是想盡一切辦法去延續Juju這個熱潮 即使這樣是代表他沒有機會參加主流賽事 甚至會影響他未來晉升機會 我不相信Juju的人氣和話題 會這麼難找到主流比賽的車隊席位 至少F1 Academy那些應該都可以鬥了吧 但偏偏他選了這些非主流 也都較容易贏的比賽來鬥 現時你會看到Juju是經常出現在日本的媒體訪問那裡 但甚少看到他出現在海外賽車媒體那裡 一來他的英文應該真的要再提升一下才訪問到 二來就是國際車迷都開始了解到Juju他的參賽選擇有多奇怪 壓不到人了 但國內他還是很人氣高期的 我希望這個不是純粹老爸想靠女賺錢的局 而是真的想這樣去吸一下贊助 讓Juju可以參加更高水平賽事而殺幾輛 因為我仍然都覺得他是有實力的 只是處境太奇怪了 近日我看到他在試更快更高馬力的舊款 Formula Renault 3.5的賽車 唉又好像有少少少未學行先學走 希望他只是試一下而不是真的用他來比賽 畢竟這部車現在可以鬥到的 就是只有那些有錢人買車的比賽 譬如是傳說級別人物 Mahiva Raccoonaton都能夠贏的Boss GP 我相信大家都覺得Juju是不用也不應該參加這些比賽 現時各級比賽當中都開始有些新的實力女將冒起 Juju這個光環就開始退色了 如果不早日參與主流有競爭的比賽 證明一下自己的實力 Juju的賽車生涯可能就會輪為一個PR炒作 我仍然相信他有能力 希望他和他的團隊能夠為他的下一步做好選擇 今期節目差不多了 你覺得Juju野田樹潤有沒有實力呢? 還是覺得他只是媒體炒作的產物? 你又覺得Juju的父親野田櫻樹那邊有沒有問題呢? 還是真的好像他所說被人針對著呢?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今個月我除了有常規節目 包括燈神和陪我講賽車之外 也會有特別的節目 包括我最近去看了一個比賽的影片 大家記住去留意一下 最後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就記得commonlike and share 按一下鐘仔 搶先看 還有subscribe channel 和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就更加好 最後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也可以加入會員 或者用Super Thanks 多謝大家 我是阿菲,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你